现在是清晨五点 风姐终于到香港了 刚才一路走过来听到不少的这个广东话 觉得好亲切 清晨五点 现在我需要去找我的行李 去行李的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要先出了香港的边检 才能去到行李大厅 那么我在香港的这个边检呢 就是排了一下队 因为我们是拿外国护照嘛 那么排队的时间呢 大概是15分钟 因为是清晨 所以人不是太多 那么边检呢 他很快就看一下你的护照 可能就一分钟不到就过边检了 这个是我刚刚出来的地方 拿了行李出来 一出来呢 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场快线 就这个绿色的 等会儿呢 就从这里呢 就可以坐这个机场快线呢 去到高铁站 但是因为现在很早嘛 才五点多 他这还没开门呢 还有这个铁栅栏在那里 那我就先在机场休息一下 他这个机场快线啊 是五点四十四才开门清晨 那么呢 我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坐了 等会儿我就去这坐一下 终于找到一个坐的地方了 哎呦 但是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在这睡觉 这就是我这个小箱子 很小一个箱子 回国旅居半年 就这么一小箱子 对于我们这些持外国护照的人来说呀 你到了香港之后呢 你首先呢 面临的一个呢 是进入香港 这么一个入关 就是刚才在机场过这个边检 然后呢 到了香港的高铁站之后啊 你呢 还面临的一个是出关 就是出香港的边检 然后呢 再面临一个进关 就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和边检 所以呢 其实是三道手续 我这次出行的目的地啊 是去到广西南宁 因为那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其实从香港啊 到南宁 它是有直达的高铁 但是呢 可惜呢 它就是一天就一班 是下午三点四十五 可以直达南宁 因为南宁到香港也不远嘛 就是七百多公里 这个高铁的行程呢 大概就是不到四个钟头就到了 但是我就不想呢 从清晨五点多 就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四十五 才坐上高铁 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就决定了 先去广州的南站 再从广州南站这个高铁站呢 就坐高铁到南宁 因为就是大家会发现啊 就是不管是从香港还是在大陆呢 这个高铁这个发的这个班次 就是多的不可想象 就是跟咱们在国外坐地铁一样 我就觉得是 那么从香港的高铁站到广州南站 它就是几分钟一趟车 然后从广州南站到南宁高铁站呢 也是就是几分钟一趟 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任何班次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 就是飞到广州白云机场 然后呢 再去广州的高铁站 坐高铁去南宁 因为白云机场啊 据说它是没有机场快线 直接到广州高铁站的 那么你想从广州的白云机场 去到广州南站的高铁站呢 你是需要要么打低 然后呢 要么就是坐地铁 地铁的时间也相当长 可能要一个钟头左右 那所以我是完全不愿意坐地铁 或者是再从这个机场 再打车打到这么远的高铁站 而且我还不知道路上的路况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可能滴滴打车嘛 就是不可能有一口价 那么你就是靠这个出租车 它在那里跳表 要是交通状况不好的话 那可能花费也挺高的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完全就放弃了广州的白云机场 好这个机场快线开门了 现在我来这里排队买票 坐这个机场快线去九龙高铁站 刚刚在这里买完了票 那么买完了高铁去九龙高铁站的票之后呢 就从这里走进去就可以了 从这个香港的机场 去到九龙高铁站 那么它的票价呢 是105块港元 我带的是加拿大的信用卡 我就是刷的Visa卡 直接付费 这个给大家注意一下 就在这里付费啊 它是不收人民币的 要么是港币 要么就是用国外的信用卡 从那里走过来之后 这个车马就过来了 就从这儿 就直接去高铁站 Q2 好 欢迎刷的机场快线 本番铁车接望前驻站 九龙站和香港站 祝各位有一个明快的旅程 此站连接香港西九龙站和高速铁铺 下一站就到九龙高铁站了 那么从飞机场到九龙高铁站 做这个快线的话 大概也就是20分钟就到了 现在我就刚刚下了这个快线 已经到了九龙了 现在就出去 然后就去找这个高铁站 这个就是九龙的快线 然后下来之后 你就要去高铁站 那么去高铁站也非常简单 下了之后你就往右边走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电梯 然后你就来到这个电梯这个地方 就在这等这个电梯 这个电梯就写的是高速铁路 就上这个口 坐电梯就坐到U3这一层 它上面有写的U3 你是去高速铁路 那么你从这个电梯口一出来 就开始跟着这个箭头就开始走了 沿着它往那边走 这个要穿过这个商场 现在商场还没有开门 这里也有指示牌写着高速铁路 照着这个指示牌走 就是你穿过这个商场的时候 那么我一定要就照着这个指示牌去走 穿过这个商场呢 我就看到这里就写着九龙站高速铁路 然后就上这个斜坡 看一看香港外景 看着还是很繁华的 我以前很多年前就来过香港 这次我就不在香港停了 进到这里呢 去票务大堂 因为我要去那里买票 所以从这里下去 这下面应该是它的票务大堂吧 票务大堂 我等会去找买票的口 它这个票务大堂啊 有两个卖票的地方 一个是蓝色的 这边呢是绿色的 那么蓝色和绿色的区别呢 我在网上看到呢 就是蓝色的只是卖离港的 就离开香港的 那么绿色的呢 它还能够帮你卖 就是离开香港 以及在大陆转车的 那么我需要去到在大陆 还得再多买一成的这个窗口 好 我在这个绿色的售票口呢 就买了两张车票 因为是两成 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成车票 就是从香港九龙高铁站到广州南站高铁站 那么我买的是一等座 票价是376港元 因为这里头可能有一些小小的手续费 然后呢 就是第二张车票 是广州南站到南宁站的高铁票 那么我买的也是一等座 票价是408块港元 我的付款的方式呢 全部都是用加拿大的信用卡 Visa卡来付的 你只收港元或者是国外的信用卡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使用这个国外信用卡的话呀 那么你国外的信用卡公司呢 是要收取你的这个外币的兑换费用的 我们加拿大的收费大概是2.5% 如果说你想省这个2.5%的手续费的话呢 你可以呢 在加拿大呢 去办一张免外币兑换的信用卡 这个是可以找到的 我用的是加拿大枫叶银行 也就是Scotiabank 它有一个信用卡叫做Passport 那么这个信用卡呢 是没有外币兑换的手续费的 票的时候呢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预留时间的问题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你等会儿呢 就要出香港 出香港是非常快的 那么要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 因为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呢 说这个边界啊 有时候排的时间长 然后速度特别慢 所以呢 我就给我自己预留了一个半钟头 就是说在香港这里 我预留了一个半钟头 是让我能够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 以及有时间上我的高铁 然后呢 在广州呢 就是从广州发往南宁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是要在广州站 换到去南宁的那个站台 我给我自己预留的时间呢 是一个钟头 好 我刚才在绿色的窗口 买完票了 这个是蓝色的窗口 它只卖就是离港 就是离香港的 它只卖一成 然后呢 我现在就要从前面这里呢 就出关 出香港的关 等会儿还要进这个中国的关 刚才我就是在楼上坐的安检 后来坐这个电梯下来 来到B3 就说等于是departure离开香港了 那我估计呢 等会儿呢 就应该从这里呢 就进入这个 是不是进入大陆的海关了 有可能 因为刚才离港的这个过程特别快 就安检啊 已经就是一分钟就离开了 还有呢 再加上我买的那个车票啊 是一等座的车票 所以呢 就是走这个一等座的这个出口 通关口 就所以非常快 都不用排队 就可以走过去 很快就过去了 好 我现在刚才就出境香港了 现在要找一个进入中国海关的这个边界 这里全是Duty Free免税店 我看到前面呢 就是中国海关 我现在要去过这个海关 看这写着 您将进入内地口岸 从那里通关之后 就等于进入内地口岸了 但愿能够顺利快一些吧 据说那里排队时间挺长呢 进到这里以后啊 因为我们拿的是外国护照 等会儿呢 你要走这个外国护照的通道 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领土 那么呢 来这个 这里呢 你看到这个园台 这个园台上呢 就有一个入境卡 你要填就很简单的信息 就是你入境去什么地方 然后好像还有你的护照号码 就是你国内的邀请人是谁 我填的这个邀请人呢 就是给我担保发邀请信的亲戚的名字 还有他的地址 结果呢 我当时我这亲戚的地址呢 我就没有带在身上 我就给忘了 我就赶快呢 给我在国内的亲戚呢 又打电话 问一下他的地址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你国内邀请人的地址啊 或者你要带好 我现在呢 就进到了这个高铁的后车大厅 在九龙车站终于进来了 结果呢 我的车呢 火车票又买了 就预留时间太多了 因为刚才过中国海关的时候啊 很多人在网上说要一个钟头嘛 那我今天呢 就是运气特别好 我这过这个海关啊 只等了十分钟我就过了 结果我当时买票的时候呢 还专门预留了一个半钟头 所以呢 我现在还得在这等一下 才能够上高铁 起码得等一个钟头 所以就是今天可能过关的人啊 特别少 所以呢 我就很快就过了 那也没办法了 后来刚才我就来到这个售票处啊 就在后车大厅呢 他这里啊 也有一个售票处 我就问售票处的女士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改票 就是让我早点去广州南站 他说可以 不过他一看啊 他说只能提前十分钟 那也没多少意义了 我也就不改了 那十分钟没什么意思 就不改了 我就在这等着吧 好 我找到这个贵宾室的后车的地方了 因为我买的是一等座 所以呢 可以使用这个贵宾室 但是呢 因为我还得等快一个钟头嘛 因为刚才过海关很快 那个就是香港九龙高铁站的后车室 贵宾室 那么这里头的好处呢 就是他冷气开的特别足 下面那个后车室呢 就是特别热 然后呢 这里有一些免费的这个饮料可以喝 也比较安静 那么你进门呢 只要给他看你的这个车票就可以了 这个是香港九龙高铁站的后车大厅 这个大圆形的这个顶还是很漂亮的 这上面是什么呀 也不知道 是不是车道 在这里等一下直接刷护照 刷护照进站 我还没刷过呢 不知道 现在终于上到高铁商了 这里也没什么人 这个车厢 各位女客 铁路公安机关正在开 这个是我的位置 靠着窗户 这个一等座呢 它有一些这个免费的赠品吧 就是送你一些饮料和一些小吃 现在我在这个从香港九龙高铁站 开往广州南站的火车上 刚刚过了深圳 那么现在海外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广东深圳的这一带的风光 大家感受一下吧 这就是广州南站 人山人海 而且这里呢又湿又热 但是非常热闹 这看到有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哦 新兵入伍 有的非常年轻的这个小伙子们 小哥哥们 光荣入伍 前走一点点 前走一点点 他们要上这个刀铁 因为这个刀铁啊 它从香港九龙开过来 它终点站呢 是开去天津西站 我不知道他们是刚下车 还是要上车 看见没有烟民来了 抽烟的 你们是上火车吗 上火车 这有一个火车 刚刚进站 然后等一下我要在这个叫便捷换乘这里 下去 然后我去到这个后车大厅 你看它这个路上也有地标 就是便捷换乘 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到广州南站的这个大厅 去换上别的高铁 去别的地方 但是你不是出站的 不是出广州南站 它是站内换车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 千万不要出站 而去坐这个便捷换乘 走这个便捷换乘 好多人呐 天呐 我记得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就是有人说 因为在国外太安静了 特别容易得这个郁郁症 我觉得你们不需要担心得郁郁症 你就到这儿来 来广州南站 你站个10分钟 你什么郁郁症全都没了 这个是我刚刚从那个站台下来的 然后呢 就到这里呢 就应该从这里进去 这个叫便捷换乘 这里头应该是后车大厅 好刚才我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哈 这里是没有没有人工验票的 全都是刷护照进来 那么呢 你看这有个小姐姐哈 是工作人员 那么她帮我刷的 其实就是自己刷也可以 但是呢 我过来呢 他们一靠拿护照 他就主动就帮我刷了 所以说呢 我想纠正一下 也许我以前视频有说错 要走这个人工验票口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在香港啊 九龙高铁站 还是在这个广州南站 一律都是刷护照进站 就是说要是您觉得自己很 很利落的话 你就自己把这个护照啊 就是你那个信息页 你就放在那个刷的那个地方 他就自动刷就就门就开了 所以呢 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人工验票了 当然就是说 要是你你搞不清楚 反正有工作人员 他就会主动来帮助你 这个是广州南站的这个后车大厅 我现在得找一下 我在哪儿等 我在哪个 在哪个口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是在19号检票口 那我现在呢 等会儿我就往这个19号检票口走去 这里人真多呀 不过幸好呢 这里头有冷气 所以呢 就不觉着热 我想现在广州外头的温度 应该有33度左右 现在这个后车信息表 这个大牌子上啊 还没有我的这个火车信息 因为我来的比较早 我总是这个预留的时间呢 就是比较多 反正这个预留的时间 都预留的富裕了 因为我从站台啊 走下来 也就是5到10分 后来看以前有一个人说 他说要40多分钟 我就没搞清楚 怎么会要40分钟呀 这不就下来了吗 就是这5分钟 跑得快的人 5分钟就到都进来了呀 好 前面这里写着18 19号检票口 当然就是我现在还有很多时间哈 这里应该是坐在这里等的 那么等会儿去哪儿找这个检票口呀 我现在去看一下 我还没有完全摸清楚 他的这个门路在哪儿 这哪个是检票口呀 这个就是18 19号检票口 但是我的信息还没出来 他们一般是提前20分钟检票 好像所以我还得再等一下 那我也不在这站着了 我就找一个地方去坐一下吧 到这来找到我的小箱子 然后呢我我我我到前面坐一下吧 看到了我的那个班次在这个上面出来了 我是去开往昆明南的 班次呢是3842 第3842 开车的时间呢是11点20 十二十几啊25正在后车 然后check in呢是19号站台 检票口就刚才我看的那个检票口 所以我在这里等着行了 那么我这次呢我就是发现啊 就是我预留的时间呢是非常的多 首先呢就是在香港九龙高铁站那里 因为我总想着过中国海关的话 一般都说他们很多人说要40分钟50分钟 结果呢没想到我今天呢10分钟就过了 而且呢那个海关的边检 就是中国大陆方面的边检呢 他们态度都是也很友好 也很礼貌 我觉得很专业的 现在来到广州南也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看有人在视频上说啊 你从站台跑到这个后车大厅啊 你没有40分钟不行 结果我从站台下到这来5分钟 就就就是5分钟真的就可以到了 所以呢我在这里的预留时间 又是预留了一个钟头 其实根本都用不了 称此预留15分钟就可以了 哦不行因为它是提前检票的 无所谓了来了就在这等吧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现在因为时差没有到过来 所以就是现在看了半天 我说现在是上午10点多 但是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晚上八九点一样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是写着换乘地铁的 在哪在这 就这个黄色的 这个地铁也可以换称地铁 但是我估计坐地铁里头肯定是人山人海的 哎我刚刚突然看到这里有一个kiosk 就是这个小亭子啊 这些人是在这里打票的 就是可能是打发票还是什么的 这个国内高铁的班次啊 给我感觉就是多的真的就是和坐地铁一样 现在我就坐在这个广州南站的高铁站的后车大厅啊 看着这个来来往往的人群以及这个高铁站的这个 时时刻刻在更新的这些去全国各地的这个火车 我谈一点我自己现在的真实感受哈 就是我觉得就是把这个火车呀 做成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我觉得尤其是在IT方面哈 就是你要IT能做的就是火车也得准时 然后呢把下面所有的乘客都紧紧有条的分配的特别好 我就觉得这个IT真是做的是特别出色 尤其是它的系统IT的system不能crash 这点就要能做到就很不容易了 就先别说什么火车晚不晚点啊 就是你这个ITsystem这么多人乘车的这个系统 它先不crash 那么就已经很了不起 等会呢是在9号车厢上车 那么它这里有三个颜色 有黄的绿的蓝的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该看什么颜色呢 我刚刚就是它在这个站台上来啊 它就有喇叭在那里广播 你几号车次呢你是要看地上的什么颜色 然后呢它那个挂在那个上头的那个指示牌也说 你这个车次呢要看黄色的地标 就是所以说我该查到了 那我这个黄色的呢就是coach number nine 就在这个酒车就是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错 现在就在等这个高铁进站 它是开往昆明南的 那么我就是在南宁站下 南宁站是一个老的火车站 我们小的时候就用了一个火车站 但是它这个是动车 所以呢它在这个老站呢它就停 因为我租的那个我订的那个酒店啊 就是在老城里头 所以呢对我来说呢 在南宁的老火车站下呢就要进很多 这个有高铁送餐的 等会儿我会跟他买一些这个饭菜 在车上吃 介绍一下你这都有什么吃的吗 您是要订多少份 我一个人 一个人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 有两个常温的一个包仔饭 和一个 一个辣味双瓶包仔饭 跟一个盐鸡鸡包仔饭 然后的话就是小吃 跟一个二男草吃烤腿 和那个树包跟鸡翅牛肉卷 那个饭分量是不是很大 饭的分量还好 米饭是白米饭吗 对包仔饭那个是 那个米饭我吃的话应该 您吃的话应该会觉得会多一点 但是可以吃饭 要一个盐鸡鸡饭 然后要一瓶水 盐鸡鸡饭等会儿是给我送过来吗 对一起给您送过来您放心 好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微信支付 但是我钱包里头有零钱 因为不久前我亲戚跟我打了一些钱 我想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得了微信支付 我能扫你吗 我扫你 你扫我 那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扫我呢 那我得试一下 我刚刚就使用这个微信支付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微信支付 也成功的通过了 它是扫我的马 那么就是从我微信钱包里头的零钱 去支取的这部分钱 就没有用到我海外信用卡 这个是我刚才和那个女孩子订的盐鸡鸡饭 就是上面有几片鸡肉 然后一点点米饭 然后再加上这么一瓶矿泉水 然后呢收费是55块人民币 这个是我回到中国后吃的第一顿饭 没想到是在高铁上吃的 这个盐鸡鸡饭的味道呢 就是很一般了 当然因为是高铁上 所以也可以理解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广西的境内 等一下前面就很快就到南宁的新高铁站 叫南宁东 但是我去的不是这个新高铁站 现在是南宁东站 我离开南宁快30年了 现在今天终于回来了 然后但是这个东站 我是根本就不认识 因为以前我在南宁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南宁东站的这个高铁站 这就是老城的火车站 终于终于到了南宁站 这个是老城的火车站 这里也是我的家乡 因为我小时候在这里生 在这里长大 尽管离开南宁的时间 也比较早 那时候年龄也比较小 但这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 不知道怎么搞的 到了这好像不是太兴奋 可能因为是这一路 时间太久了 都在路上都快两天了 现在突然觉得有点累了 现在这个是老城的火车站 我现在出来了 现在我需要去找出租车 看到我前面有可以乘搭出租车的 这个就是老的南宁火车站 外表很小 六几年建的 一直到现在 用到现在 现在要房在这里排队 等这个出租车 这上面建了一个什么 快速到 以前没有这个桥的 前面有火车站的人 在维持这个 更大的顺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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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热梁